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当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 周深,如何评价他如今的地位和能力? 这是一位本司看到我总写关于周深的文章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,可以说是相当的尖锐了。 说实话,我无法回到这个问题,因为与我而言,带着粉丝滤镜就有点情人眼里出戏时,我喜欢听他的歌,喜欢看他的综艺,更希望他能成为最好的歌手,最好的艺人。 更何况,周深说别来定义我,周深四年前参加深入人心,把大语唱得让人心疼,可是没想到现在有那么多人喜欢他。 三年前参加我们的歌,可是没想到会有令人拍案叫绝的天作之河,黄金拍档。 两年前参加我是歌手,可能是没想到比赛前一天才决定换的歌打了蹦吧,会成为出全歌曲,可能更没想到这之后会有那么多的演出机会,成为了主流媒体和主要官媒的宠儿。 最近几年,主流媒体和主要官媒已经越来越认可周深的价值,但凡重要事件都会想到他。 仅今年就有梦想指路,征途,有我,我的答案,祝福等,再往前有荷光铜圈,灯火里的中国,繁星璀璨的天空,今天是你的生日,中国。 由此可见,周深被主流媒体,主要官媒和社会大众接受和被认可的程度,也足以见他的能力和所谓的地位。 他是OST大魔王,是上至毛迭老人,下至牙牙学语的婴儿都喜欢的歌手,是谦虚,低调,小心谨慎,所有合作者都喜欢的团宠,是对音乐无比热爱,执着,认真和忠诚的卫视,是没有家世背景,没有资本运作,却脚踩经济,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歌者。 是技术慢慢成熟,且自成一派的实力唱将。有粉丝说,自从听了周深的歌后,耳朵就变叼了,再也听不进别人唱歌,也有人称他是美歌秀秀,原来不喜欢听的歌,经过他的翻唱,发现竟然那么好听。 小破站甚至有人开玩笑说,能限制周深的只有完全。以上,也可见大众对周深的认可。目前周深的第二张专辑还没发行,大家期盼的万人演唱会还没开。 答应廖畅永老师的歌剧角色还没演,国际市场也有待开拓,他还在明显的上升期将持续很久,就让时间,大众,市场去评价他的地位和能力吧。 无关地位,只因喜欢,我听他唱歌,看他综艺,如此而已。周深在乎官方认可,打脸黑子,认证其根正描红,得意伤心。周深有哪些不足呢?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。